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我们今天来看少女为了和男友在一起和一个60岁老头假结婚的故事,少女小鱼。 小鱼从小在孤儿院长大,男友姜伟的妈妈则是孤儿院的管理员,为了和出国念书的男友在一起,小鱼偷渡去了纽约,不仅自学了英语,还在缝制厂找了一份工作,但因为移民局的查处,小鱼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。 江伟为了帮小鱼拿到绿卡,惊人介绍,认识了60岁的老头马里奥,马里奥是个无所事事的作家,和老婆离婚,无儿无女,还欠了赌场一大笔钱。 就这样为了各自的需求,马里奥和小鱼假结婚了,为了避免移民局看出端倪,小鱼还搬进了马里奥家,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住在一起,不免有诸多的不便,但移民局的事暂时有了一个着落了,小鱼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去看江伟,还会买大闸蟹去慰问他, 但江伟自己把大闸蟹吃掉了,只给小鱼留了一些腿,看来江伟对待小鱼也并不怎么样,马里奥对小鱼不好也不坏,他带小鱼去洗了他们的结婚照,要知道小鱼和男友只有一张朋友帮忙画的画像,很快马里奥离婚的前妻就来了,他一看,小鱼在马里奥家就肃意横飞,把小鱼给赶了出去,江伟带着小鱼上门理论,就在这时,移民局的人来了,为了打消移民局的怀疑,几个人只好演戏混过去, 但马里奥和小鱼的相处模式开始变化,马里奥会为下班晚归的小鱼开灯,也会为小鱼上班不迟到修钟表,而小鱼为了感谢会为他洗衣服,还会读马里奥写的那些书,一天江伟来找小鱼,发现小鱼给马里奥洗了衣服,马里奥还做饭给小鱼吃,江伟开始怀疑小鱼和马里奥的关系, 还和一个酒吧的女孩混在一起,而马里奥的前妻也约谈小鱼,让他赶紧搬完绿卡就离开,晚上小鱼去找江伟并在那里过夜,没想到那个酒吧女孩找上门来,小鱼查局到什么,回到了马里奥家,马里奥还在等待他,很快移民局就下了通知,小鱼终于可以进行绿卡面试, 马里奥兴奋地去通知小鱼,两人还在海边散步谈心,结果因为久久不回家,引起了江伟更大的猜忌,前妻也因此愤怒地离开了马里奥家,小鱼为了马里奥去劝他前妻回来,结局却无疾而终,到了面试那天,小鱼决定不去了,因为他怀疑江伟背叛了自己,而这样他也没有拿到绿卡的必要了,马里奥尊重他的选择,却也让他学会尊重自己,最终小鱼还是去办了绿卡,马里奥跟他说着恭喜,并祝福了小鱼和小鱼, 江伟,江伟也让小鱼搬回去和自己住,两人还决定回到中国,小鱼去马里奥家向他告别,发现马里奥身体不适地躺在沙发上,但马里奥死活不肯进医院,就在小鱼准备离开时,马里奥告诉他自己需要一个朋友,小鱼激动地回应他,说他就是马里奥的朋友,就在这对忘年之交彼此依偎时,江伟打电话来催促他,小鱼求他让自己留下来照顾马里奥两天,但江伟却觉得小鱼在骗自己, 他跑到马里奥门前却没有进来,而是转身下楼开着车离开了,最终马里奥也因为病重离开了人世,到头来小鱼什么也没了,或许这就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吧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